副理香農会近几年来 由在地人力资源组成的食农教育团队 来自四建会 家政班 产销班 导篮解说班及青农 越来越多的爸爸们也都爱上了家政班 在成果展上可以看见植物体验家政班们 爸爸带来的分享手作课程 已经80岁的大哥满脸笑容的 就在自己家政班摊位上 等不及要跟大家分享家政整年度的成果 他说这几年看到家政妈妈都非常认真学习 所以有很多的爸爸跟阿公也都一起来参加家政班 因为我们家政班很多妈妈们也很勤劳 所以说我们就辅佐家政班 有重的工作什么我们男孩子就来做 所以我们组点就吸收了很多的男孩子的家政 参加家政 总干事说农村有许多高龄独居者 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他希望能够提供舞台 让他们发挥所长 我们这个一年多来 我们辅导我们的家政班 产销班 还有我们地方产业的所有的成果 还有包括我们小农的这些小农市集里面 他们自己推出自由品牌的东西 今天就是一一呈现给大家 等于是说年度的验收 富里乡农会近几年由在地人力资源组成的食农教育团队 来自四建会家政班产销班 导览解说班以及青农 越来越多的爸爸们也都爱上家政班 成果转上可以看到竹田家政班的爸爸们 也都来分享自己所上的课程心得 记者高雄双福里乡采访报道